昨天的群里面有花友问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反飞水可以替代硫酸亚铁吗 能 硫酸亚铁用多了烧根吗 烧 接下来呢给大家详细的道道这个事 硫酸亚铁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于植物来说 就跟人对于硫酸亚铁来说 它其实是一样的 硫酸亚铁呢 它就是一个铁元素 里面呢还有硫元素 就跟人一样嘛 你要人一般的 你要正常吃饭 它不爱缺铁 你说对吧 所以说植物这个呢 一般是不缺铁 但是偶尔会缺铁 缺铁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种叫黄化病 就是类似于人的一个贫血症 综合来说呢 人贫血和植物黄化病 它不都是缺铁 明白吧 植物上面是没铁同心蛋 你到了人身上了 肯定让你多吃肉 鱼蛋下不营养 对吧 所以要了解 硫酸亚铁跟植物之间的一个联系 那么 反飞水呢 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反飞水呢 是用硫酸亚铁 还有动物的这个鸡脚 就是牛脚啊 对吧 还有马骑子驴骑子 还有呢 就是用粪肥 就是你比方说牛粪肝啊 羊粪肝这些个 还有呢 就是豆波 饼肥 就是芝麻炸完油 剩下的那种饼 还有呢 就是骨头块和骨粉之类的东西 来共同来熬合 鸥制的 一般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 直到完全发酵复熟 才可以 这个叫反飞水 反飞水是可以替代硫酸亚铁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 高营养的 熬合铁的一个营养液 这样理解就没错了 那么硫酸亚铁用多了 肯定是会烧根的 好吧 而且硫酸亚铁呢 它会有一些缺点 就是它容易被氧化 氧化之后呢 就形成了三架铁 理解不了的 就是像咱们的菜刀生锈 生锈了以后 那个铁锈呢 就是三架铁 三架铁呢 是不被植物吸收的 我以前的时候 早在19年的时候 我就说植物只吸收 二四六八架铁 很多人就先下面抬杠 说没有二四六八架铁 没有四六架 四六八架铁 我不能给你杠啊 好吧 就你简单的明白 就是说 三架铁是不被植物吸收的 用多了也会烧根 如果说 时间长了以后呢 没有被植物吸收呢 也会产生烧根 因为铁锈这种东西呢 你像生锈的刀子割破了伤口 它是会影响 是吧 你比方说伤口不容易好啊 生锈的钉子扎了脚之类的 这都是同样的道理 三架铁对于人来说 和植物来说呢 都是有一定毒性的 简单一概 反肥水可以替代流三架铁 流三架铁用多了 会烧根 好吧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其他有问题呢 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